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小我们受到一个教育 就是说早餐很重要 对不对 我跟你讲 那个是卖卖片的公司在广告 变卖的 他都劝一定要吃早餐 如果越有钱越快乐 那上帝就不公平 对不对 因为圣经有一句话 就是喜乐心乃是良药 那忧伤的灵死骨苦干 我发现很多得癌症的人 你仔细去了解 一问他可能15年20年都没睡好 失眠 那为什么失眠呢 他的烦恼很多 烦恼孩子 烦恼爸爸 烦恼一大堆 那我现在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 布鲁鲁鲁鲁鲁 人是什么 烦恼的动物 对不对 怎么样才能够喜乐 这是要有智慧 那一般人说活动活动 真的要活就要动 人家说脚是我们第二个心脏 当你脚有力的时候 你整个身体的循环就会比较好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其实你吃的越多是对身体是越不好 饭吃八分饱 医生不用找 所以我们人体就是必须要有足够的营养 跟这两来维持我们的身体的运作 但是呢 太多的话就变成一个负担 减肥有没有方法 甚至有打针有吃药有吞灰虫的 但是我教你的是不用打针 不用吃药不用奇奇怪怪 就是饮食控制 这个我觉得减肥到后来 就跟你的人生哲学有点关系 当你觉得贪越多的时候 是获得的时候 那你就是损失了 反而你懂得舍的时候就得了 大家常听到所谓的168 那168就16个小时 不要吃东西就进食 那8个小时吃东西 因为一天24小时 你如果要刚开始练习168的时候 你可能前面两三天会比较辛苦 但是你过了三五天就马上就适应了 因为你的脑已经重新set up 减肥法最有名的就是生酮饮食 其实这三个方法你都可以达到减重 那你问我说那到底要用哪个方法 其实我是三个方法都有 其实并不冲突 生命一定要有水 人体的结构里面水占多少 那大概要喝多少水呢 那算起来大概一般就是一天至少要2000cc 那怎么样才能够快乐呢 能够把你击垮的 不是压力本身 而是你承受压力的方式 快乐本来就是一个情绪的方法 它其实是一种选择 所以我只要讲说我们工作可以忙 但先不要忙 圣经有一句话 人若赚得了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喜乐的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就是要跟保持关系 良好的关系 那保持良好的关系 你觉得最重要的是跟谁保持良好的关系 就是自己 你知道吗 很多人是跟自己过不去的 你要喜乐一个最重要 你要接受你自己 我常在想啊 对的人又肯认错更了不起 我们常常就是圣经要教寿 教导我们要宽恕别人 那很多人都认说 那是别人对不起我 我为什么要原谅他 其实原谅别人就是放过自己 我跟你讲你老是想自己的人 自私的人绝对不会快乐 你常常会想别人的 你的才会快乐 你不要为了明天忧虑 为明天是有明天的忧虑嘛 一天的难出一天当就够了 那第三个秘诀是凡事感谢 遇到顺境大家会喜乐 但是一个智慧就是你遇到苦难怎么办 遇到孽境怎么办 其实说是比他先兵气的 但是我们应该做到什么 享受 对啊 一天呢睡好眠七个小时 心里面喜乐 跟大家跟自己保持良善的关系 一无怪人 不管好事坏事 都凡事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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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